在日本扔垃圾竟然需要收费 没错 哈喽大家好我是优风 今天优风就以自己所住的城市为例子 给大家说一下日本的垃圾分类 关于日本的垃圾分类 我想不用多说大家也是略有耳闻的 但是你们知道吗 在日本其实扔垃圾是要交钱的 顺便一说优风是在东京的八王子市主 所以以下的垃圾分类及费用都是以八王子市为例 首先扔垃圾时所用的垃圾袋是要收费的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家庭用的两种垃圾袋的样子 后期君交给你了 那一种呢是蓝色的可燃垃圾专用袋 这里介绍的垃圾袋呢是中型大小20公升的 一包10个370烟折合人民币相当于22块钱 另一种呢是这种黄色的不可燃垃圾专用袋 这里是迷你大小5公升的 同样一包10个90烟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其次呢是非日常垃圾 这类垃圾主要是各类家具 日语叫做sodaigomi 意思呢就是大型垃圾 比如冰箱柜子床等等 这里在扔垃圾之前呢 首先要向大家说明 这类垃圾在扔的时候是需要贴上这种贴纸的 这种贴纸分别有一点数和五点数的两种 价格分别是100烟和500烟 根据所住的地方不同 扔垃圾时所需要的点数也不同 这里随便找几个说一下 椅子两点 一人用的小型沙发五点 学习桌十点 电饭宝两点 微波炉五点 折叠床十点 自行车五点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贵呢 所以在这边如果有什么用不到的大型家具 一般都是送给朋友的 那最后呢 给大家放上我们这里垃圾回收的时间图 今天是周二 21号 所以是扔可燃垃圾的日子 在图片右上角写着每天的垃圾回收时间 早上八点半之前扔出去就可以 对于日本的垃圾分类感兴趣的同学 还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 因为日本的垃圾回收 每个地区都不同 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好友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后期军上图 后期军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后期军 上图啊 后期军 后期军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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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图 上图 这类垃圾在扔的时候 是需要贴上 这种的 这类垃圾在扔的时候 是需要贴上 这类垃圾的 呗 这类垃圾 这类贴纸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给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别忘了给我一个大拇歌 大拇歌